好,来看到花莲市第一届的市长杯心算 念心算数学竞赛 10号上午在美轮大饭店来顺大举办 从幼儿园到高中 总共有将近800多位的学生来报名参加 而市长魏佳燕 除了到场向选手们加油打气之外 也感谢指导老师的辛劳 希望花莲的孩子持续来进一步 为了让花莲的学童有一个国际型的比赛舞台 花莲市公所这次特别邀请国际诸算数学联合总会 主办花莲市第一届市长杯 心算念心算数学竞赛 10号上午在美轮大饭店盛大举行 从幼儿园到高中 总共吸引到将近800名学生报名参赛 也很感谢市公所可以办这个这次的比赛 而且在美轮大饭店 然后可以让小朋友来这边体验 然后加上它可以让家长们全程观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依赖电子计算机的时代 那个普遍的辛酸能力都下降了 如果说你有拥有很好的计算能力的话 其实在科业上有绝对的优势 然后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很多的便利 而在这次的赛事当中 也加码举办摩彩活动 奖品包括iPhone15手机 智慧手表 无线音像 行动硬碟 记忆卡 奖学金等等 超过百份奖品 市长为家宴除了情职到场 向选手们加油打气 更加码一万块奖学金 以及两台电冰箱 化电县议员为家贤 则加码一台Switch游戏机 让参赛的同学满载而归 那也其免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兴趣 那如果对数学有兴趣 请你不要放弃 持续的要向数学的一个领域去往前精进 那也希望爸爸妈妈如果看到孩子们对数学有兴趣 那请继续的让他学习数学 今天非常谢谢家宴市长在心算跟数学的比赛里面 推动了第一届的一个比赛 然后让很多的孩子将近八百位的孩子 共同来参与这项盛事 那我期盼未来的孩子都能够在基础上面能够学好做好 未来碰到更深的课业的时候都能够迎刃而解 化电知名的阿布宽咖啡也特别受邀出席 全程提供免费手冲咖啡给力宁的家长教练以及贵宾品尝 舒缓紧张的比赛氛围 市长威嘉燕也希望对数字及数学有兴趣的孩子们能更加精进 未来施工所将持续扩大办理 让家长及学生们都能有更好的赛事体验 记者徐立晴华联士报导